除了梵妮娜被转院治疗 在前天被确诊的 美国境内第二位 伊波拉病毒感染者 与梵妮娜同在 达拉斯长老教会医院工作的 29岁的护士安珀·文森 也被转移到位于亚特兰大的 爱莫瑞医院治疗 针对医护人员接连感染伊波拉病毒 联邦疾病控制剂预防中心 目前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尤其是文森之前 已经出现了发烧的症状 并且向疾病控制 急预防中心通报 但是却仍然被允许搭乘飞机 更让外界质疑 联邦疾病控制急预防中心 因应伊波拉疫情的能力 今天早晨 美国境内第二位 伊波拉病毒感染者 安珀·文森 开始在亚特兰大 爱莫瑞医院接受治疗 他是从德州达拉斯 长老教会医院 被转移到这里来的 因为外界担心 G203的护士感染事件 会使得德州医院的 医护人员产生畏惧心理 而无法对伊波拉病毒 感染者进行有效的照顾 爱莫瑞医院方面认为 安珀·文森的状况 比范尼娜要严重 他们两人都是在照顾 西非来的伊波拉病患 邓肯之后 被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的 联邦疾病控制 与预防中心表示 总共有76名医护人员 存在被感染的风险 有知情人士称 由于这76人 有潜在的伊波拉染病风险 为了防止病毒 在密闭的机舱内 感染其他人 因此他们都应该 被禁止搭乘飞机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就在西非来的伊波拉病患 邓肯死后的第三天 其看护人员之一的安珀·文森 就搭乘了飞往克里夫兰的客机 而在安珀·文森被确诊 感染伊波拉病毒的前一天 他还搭乘了返回达拉斯的 边疆航空第1143号航班 更令人吃惊的是 安珀·文森在登机前 曾打电话向联邦疾病控制 预防中心报告 说自己体温偏高 但却没有被告知 不应该搭乘飞机 目前边疆航空第1143号航班的 6名机组人员 由于存在感染伊波拉病毒的风险 已被通知需要带薪休假21天 以便观察健康状况 没有办法她应该在那次飞机 她在大陆地监控制 如果她正确保 她应该在那次飞机 我认为她比较早上飞机 我认为她应该在飞机上飞机上飞机 我认为她应该在飞机上飞机上飞机